日前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 多国表示金砖国家应建立一个跨境支付系统 摆脱对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依赖 有分析认为系统一旦建立起来 人民币是较为合适的结算货币 自俄乌战争爆发后 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 切断俄罗斯银行与国际结算系统SWIFT的联系 目前在俄罗斯不仅正常贸易结算受到限制 民众也不能够使用Master和Visa信用卡 早前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多国都表示支持建立新的跨境支付系统 有当地华人商会表示 社会上也有一定共识 我自己呢从国内也做一些生意 也在做一些正常的就是外币兑换 现在越来越难了 我们会自合理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据我们现在统计 原先呢是在中国采购的乌鲁斯人卡尔山这块 在去年和今年上涨了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二百多 他们在换汇时再说就是风险也很大 有专家表示系统一旦建立起来 人民币是较为合适的结算货币 从结算的角度来说 人民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没问题的 他只是说结算完毕了以后 就是我手里边有了人民币 我除了拿它去做贸易 购买我想买的东西以外 是不是还能转换成其他的货币 那么现在离岸人民币是可以做到这个 将来如果说贸易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涉及到一个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之间的沟通的问题 陈欣欣又认为 一旦这个系统建立起来 不代表能摆脱或者完全取代国际支付系统 大家可能会在不同支付系统上做出选择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会报道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